各位錶迷,你們好 我想這隻錶可以稱之為 手腕上的乘寶 手腕上的太空船,尤其是這個角度 或者手腕上的機械人 都不為過 對,這隻真的是錶 我相信很多錶迷都未必認識這個牌子 或者認識這個型號 這隻錶,大家可以看到它 右上角,它寫著牌子 RSW 下面 就寫著SWISS MADE 對,一隻瑞士錶 RSW就是那個牌子的名字 在它的網頁,它說 1914年開始 創辦人已經參與中錶製造 但是在1983年,不知道第幾代傳人 將這隻錶正式名為 Rama Swiss Watch 簡稱就是RSW 我想好像 Tucky Fried Chicken 變成KFC一樣 可能用Short Forward潮 那些型號 我都不太知道 RSW 這隻就是瑞士錶 你看到它的結構 跟普通錶完全不同 我真的很記得 十幾年前 可能是二十年前 也可能有 我很記得當時去海港城 海港城當然有很多錶項 賣最貴的東西都找到 當然現在可能不可以同一言語了 當時我記得走過某一間錶行 名字真的不記得 它廚窗擺了很多錶 當然有最熟悉的 Rollex 經過一間錶行 經過角落 都看到 上面那一格好像是Chrono Swiss 但下面那一格 就擺著很多四四方方的錶 當時我都不認識這個品牌 RSW 但真的念念不忘 因為它的外錶 就太特別了 尤其是當時 又流行大錶 這隻又大又搶眼 我當時真的覺得 真是跟Panera有得亏 所以後來 有機會在另一間錶行 有很多折 我就買了這隻錶 但是 我記得買這隻錶的錶行 現在亦是無藥 應該倒閉了 所以錶 每次看到我們的錶 都想起當時發生過甚麼事 是甚麼機會買 或者是否獎勵自己 或者是別人送 每隻錶都承載著很多歷史 或者說回這隻錶 這隻錶 這隻錶真的很特別 它原本說這隻錶是用了 Neobrutalism 的設計風 如果要中文直譯 可能是新 粗魯主義 我都不太知道怎麼譯 Neobrutalism 即是說 是很Raw的 很有建築學 很Raw 好像鋼筋水泥 是不掩飾它的 是被它展示出來的 大家看到這隻錶 其實都是感覺到 這種設計風 它是用Steel 不過整隻錶好像啞色 就是這樣的 看見了 它的螺絲 其實都凸出來了 旁邊也有螺絲位 中間有這些 哈文的設計 上面也有 當然想起螺絲 可能大家都會想起 Cartier的Santos 或者AP的Royal Oak 其實這隻錶 也有這種設計 全都展示出來 給大家看 真的很強悍 這個 還有它四四方方 它的 打橫是44mm 打直 應該有52mm 所以很大隻 稍後都可以上手 給大家看 這個 就是大家第一眼對它的印象 第二樣 令到大家一看 就覺得很特別 當然是它的 布時的方式 它不是行針 不是行三針 一看就知道是行轉盤 所以譬如說 現在的時間是怎樣呢? 就要在中間 這個哈文位置對上 你知道看外面的 Hour Disc 和裡面的Minute Disc 就知道時間了 即是現在的時間 就是九點 十三四分左右 當然 這些轉盤的錶 要看時間很準確 但就不是 但就有些特別 裡面最小的盤 轉得最快 當然是 你可以視之為 秒針盤 視 分 秒 所以看慣了 其實都不是很困難 這個第二樣很特別的地方 第三樣就是 大家看到它的標關 這麼大的 其實它是 它是有專利的 這個設計 拔出來 這樣就可以很簡單 很輕易地上鏈 調節時間也很簡單 你拔出來 這樣就看到 它的 Minute Disc Hour Disc 其實都會跟著轉的 對 譬如說 現在 如果我轉到這個時間 再進去 現在 這條坑指著 是十 這裡是六十 即是說 這個時間就是十點鐘 十點鐘 又可以上下鏈 有空 所以我很喜歡 就拔出來 有空上下鏈 很過人 上完鏈 就可以拍回去了 這樣收起來了 所以這隻標 它的外形 非常之巨大 突出顯眼 接著有 轉盤式的時間顯示 還有這個這麼特別的標關 可以調節時間和上鏈 真是很特別的 它的扣就是 Double Deployance 其實它的底 不是完全透底 但看到有一條坑 露出了一個機芯 這個機芯 其實也是 ETA 機芯 即是沒什麼特別 可能是224 改裝做轉盤式 沒什麼特別的 看到底 其實 也是Brush 以及再多些螺絲 所以整隻錶 有很多螺絲 很有工業風證 如剛才所說 就是Brutalism 所提倡的 不需要隱藏 這些鋼筋水泥 螺絲 應該將它們展示出來 大上手 其實我的手腕 都不太幼了 大上手 真的感覺到它的重量 當然 你說襯衣 西裝 沒有可能 戴到這隻錶 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但如果平時 例如夏天 戴這隻錶 外出 短袖衣 說真的 真的 凝固 而且它有100米防水 當然 你不會拿這隻錶 潛水或防水 因為你拿這隻錶 游水的話 一定不舒服 很大塊 很阻碎 但你夏天 戴出來 真的非常之鋼 100米防水 還有一條 蠻漂亮的膠帶 所以出汗 濕 洗手 都完全不怕 我記得 我曾經帶這隻錶 去一間很出名的錶行 那次是 我忘記是弄錶還是拿錶 所以帶了錶去的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那些受課員 其實經理 受課員 都不認識這個牌子 都不知這是什麼錶 但他們一看到 大家都覺得 超特別 很特別 大家都很想拿上來看一看 戴上手 當然 錶行的經理 和受課員 可能很多都是戴 Rolex 甚至 AP 但他們一看到這隻錶 雖然這隻錶 好像名不經傳 但是他們一看到 他們都很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 所以這隻錶的設計 其實真的非常特別 但是 老實說 它這麼特別 在那一段時間 很流行大錶 很流行這麼特別的東西 可能當時也挺好賣 但現在的時代不同了 這些設計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否很多人會欣賞 所以其實好像 我看它那個 Official Website 好像香港的代理 都沒有顯示出來 當然 時間 時間 很快地過去 很多東西 都真的不同了 譬如我買這隻錶 的地方 的錶行 已經結束了 我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去過海運 當時這麼多名店 林立 廣東道濕滿了 旅客的情景 其實現在都不服在 那 說到這裏 都很唏噓 不過無論如何都 我們看到自己的錶 就會想起很多過去很開心的點滴 很輝煌的歷史 我覺得這也是玩錶的樂趣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 希望在以後下來的日子 都能夠繼續 耳錶會友 Watch for more Watches Stay Tuned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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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